昨天晚上你有为倒数跨年狂欢吗 那亚洲各大城市包括跟我国接壤的 泰国曼谷 宝岛台湾 阿联酋迪拜 东方蜘蛛香港 都举办了声势浩大的跨年庆典烟火秀 这些城市都放眼各自的跨年烟火秀 能成为世界之最 这里是泰国首都曼谷 在梅南河畔点亮紫叶上空的 是多达五万枚环保烟花 曼谷2018年落成的地标 鲜罗天地Iconsiam 昨晚举办了号称空前盛大的跨年庆典 鲜罗天地的执行总监 接受路透社采访时 表示公司努力了五年 荣登全球十大最隆重的跨年庆典城市 如今市资850万美元巨额 希望能够挤身五大最隆重的跨年庆典城市 能否在榜单上取得突破还不得而知 不过鲜罗天地这场空前绝后的跨年庆典 倒是真的吸引了不少海内外群众 慕名亲临现场 只为了切身感受狂欢 一度堪称最盛大的烟火秀 在长达1.4公里的梅南河畔 这场泰国标志性的跨年庆典 还出动了2000部无人机腾空演出 在夜幕下星光熠熠 新年快乐 保岛台湾也依循20年的传统 在台北信义区的101大楼举办了烟火秀 台湾外交部指出 从2023跨越到2024年的倒数烟火秀 主题是彩色世界 象征保岛挺过新冠疫情 在全新一年迎接新生活 台北101的烟火秀持续了足足5分钟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轮多达16000次的烟火燃放中 首度融入了日本烟火 台北101的跨年庆典 不只吸引大批民众 在台北市政府前的市民广场聚集 电视实况转播也已经是称霸 台湾电视收视率的节目之一 在香港维多利亚港的12分钟烟火秀开始前 会展中心牧墙上也装饰了巨幅的跨年倒数时钟 值得一提的是 东方之珠今年也在竞争跨年庆典之最 香港旅游局表示 这一轮跨年烟火秀是香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 阿拉伯半岛 阿联酋最大城市迪拜的跨年烟火秀金光璀璨 数以千计的民众都聚集到了全球最高的哈里发塔 倒数跨年 当地民众甚至小赚了一笔 顺道欣赏了毗邻的第六大城拉斯海马的烟火秀 第五大城拉斯海马的烟火秀 斃火秀 感谢观看